我们基督徒是支持死刑的吗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人是因为精神失常 或者是因为防卫 出于防卫而杀人 那么这样的人是不是 可以不用接受死刑的 我们对于死刑其实是存在一个很严肃的 而且真的是哀惊勿喜的一个态度 本质上来讲 需要透过这样子严厉的方法 让一个人在有限的今生 他必须终结他的生命 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神并没有废除 或者反对实行的这样的一个记载 因此基督徒尊重 尊重这个社会群体里面 共同定下的这个原则 今天还有事情 就按照这个 我们不会刻意的去反对他 至于你刚刚提到说 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比如说有人误杀 有人因为精神失常 有人因为自慰 或者某种情况之下 而造成的这种生命的 被剥夺的这种现象 其实法律在这方面 都已经有规定了嘛 你譬如说一个精神失常的人 法院不会因为 他失常情况之下的行为 而定他罪 那法律已经有相当的保障 自卫性的 或者是误杀 法院大概都不会 因为这些状况 去判一个人死刑嘛 法律都已经在这方面 有规范有讨论 就是人在神所赐的智慧里面 也做出了一些合适的安排 那这一部分本身不是说 因为你杀人一定以牙还牙 以牙还不是这样子的方法在做 他已经有一些其他的规范在 我们尊重 而我们也因为有 我们也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罪今天仍然存在 罪不是用爱就可以解决的 你不断的爱他 他就不犯罪了 这个从来只是个理想 只是个人的想法而已 罪是要付代价的 当然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 然后呢圣灵进来带领所有的属乎神的人 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 那才是胜过罪的方法 对不对 可是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 不尊神为大 不相信有独一的真神 那我们生活在一起 你是不是受罪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死刑会不会是一个至少也是拦阻罪 无限扩张的一个方式呢 免得那个罪的行为不断的扩张呢 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好多人 根本不要神嘛 他根本没有属灵的这些原则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生活在群体上的一个安全 或者群体上的一个公义 是不是死刑仍然是一个 执行的一个需要的过程 可是现在有部分的基督徒团体 也是支持就是废除死刑的 那如果另外一批的基督徒 那就是还要执意说 执行死刑是因为神的公义的关系 那是不是现在呢 我们还是要持续延续这个旧约 那个时候一些很残忍的死刑呢 其实基督徒支持或者反对什么事情 其实要看你根据什么嘛 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支持同性恋啊 你还有一些牧师出来的 所以你大概很难按照某些个人的 或者某些自己的一些看法 就说他们也是这样 其实不是 你是根据什么 而根据我喜欢 根据我认为 那个从来不是标准答案 我们还是回来根据圣经吧 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废除死刑 我刚刚讲 约翰福音第八章 那个不是拿来解释废除死刑的一个根据 是不是 所以如果从这个情况之下来讲 在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 罪的公价乃是死啊 这个死不单是将来永恒的里面死啊 圣经也定出某些罪行 在今世你是要受公权力制裁的 对不对 当初颁布律法的时候 那是一个公权力的执行 那些执行在今天并没有被废除啊 还是有存在一个情况下 律法不是被废除了 律法乃是怎么样 圣经想说 律法的一点一化都不能改变啊 那律法只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 我们靠着耶稣所完成的救恩 我们律法不刻在石板上 刻在心板上 律法还在 还是要去执行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那些刻意的 执意的那些错误的经纬 今天我们学习在有限 当然今天因为不是一个神治国家 今天基督徒群体不是神治国家 以色列人以前在旧约 他是神治国家 所以他可以按照神的主权来执行 今天这个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绝对外部分都不是神治国家 哪一个国家真的以神带领的 没有美国也不是啊 但是虽然不是神治国家 神允许有这个所谓的法律的制定 那么在法律的制定里面 我们应该支持 所以你说基督徒的群体 他到底支持哪一个 我比较快乐看来 不是说你支持哪一个 我导致要问一件事情 你根据什么支持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去明白 严格讲起来废除死刑 你支持废除死刑 会比支持继续有死刑 更讨私人的喜欢 私人就是喜欢不要被定罪嘛 不要这样讲这样 但是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作恶 作奸犯恶的一个人的罪行的一个受害者 你要不要考虑他的感受 我们今天非常去考虑一个犯罪人的一个感受 他的人权 他应该被保护 那受害人呢 要不要考虑到受害人的感受呢 今天你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的时候 恐怕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 一个刑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有人觉得刑罚的目的只是教化 透过一个关在牢里面就教化他 其实刑罚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那个功能就是一个禁止一个警戒 那也是一个 让人不敢这样做 有些人关在牢里面盼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能够改变 那今天我们其实从事实上去看 在经验里面出来的人都改变了嘛 也不一定 我们比较能够有把握的是 就是一个人如果信了主了 他真的诚心相信耶稣接受救恩了 这个人会被改变 那个改变是来自于神的 但如果你只是把一个人 限制在一个区域里面一段时间 他出来就一定改变嘛 不一定喔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教化的功能其实也有些 所以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功能 是什么很大的功能 就是 禁止 就是严严的去处理 让你不能够与群体生活在一起 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你就会明白 我们所坚持的到底是什么 基督徒的群体 我常常觉得说今天 基督徒需要 对属灵的原则有更清楚 今天有很多人觉得说 我觉得怎么样 我以为怎么样 有人告诉我说 如果上帝不这样子 我就不相信这位上帝 这种讲法是很荒谬的 上帝还是由我们来定的嘛 不是我们造一个上帝 认为他应该是怎么样 而是上帝借着圣经 启示我们 祂是怎么样以为神 我们去认识祂 接受祂 敬拜祂 顺服祂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群体 我比较在乎的是 你根据什么做这个决定 比如说我以前也谈过说 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有独一的真神 也不相信人是按着神的 形象跟样式造的 这个时候你跟基督徒的对话 就有困难了 有些人追求人世间 唯一生活的目标 目的就是快乐 除了快乐没有别的 我们不是啊 我们有使命感 有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眼 你发现那个态度完全不同 所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需要 更审慎的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谈到 有关于死刑的这件事情 我一再讲 死刑不是一件 令人觉得说是 觉得很报复主义 或者怎么样 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死刑是一个 很悲痛的一个结果 终止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今世的死刑啊 死亡啊 也不是一个永远的终结嘛 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其实 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还有一个 在神面前的一个终极审判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关乎永恒的 如果有一些制度的定力 可以使那些活的人 心生警惕 以至于将来 在那个白色大宝座之前 是被神所赦免 被神所圆纳 我觉得今世的某些 比较激烈的作为 是可以被接受的 至少使一些人觉得说 我不可以活在我的罪里面 一直就是这样 你拿我也没办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见 因为人权 如果你一定要讲到 真正的尊重 不是只有尊重到今世为止 真正要看见 是那个人 站在基督台前 将来最大的审判 不是今世的法律 但是今世的法律 如果能够规范 约束某些人 在罪行的作为上面 以至于他不敢欲悦 他懂得有所节制的话 那么我想这些法律的制定 仍然有他的意义存在 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 对于那些执意不回头的 对于那些在做到一个地步 已经是造成极大的伤害 痛苦的情况之下 给予一些合适的惩治 或者是一些制裁 我觉得是应该的 其实有关于谈到这些 信仰跟我们生活之中的 这种运作上面的这种关系上的时候 其实是很复杂的 尤其是讨论到像基督教轮理学 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到一个原则 我们至少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 圣经并没有明显的去废除死刑 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那我们也看见死刑对于 遏止罪恶的扩散 其实有它一部分的功能存在 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上来看 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面对 我们所碰到的这些讨论 那么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有一些团体它主张支持 有一些团体反对 其实支持跟反对的背后 都会有一些看法或者理念 在影响 那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看法理念是什么呢 是圣经 那圣经呢要全面的去了解 神是慈爱的 我们很喜欢 神也是公义的 也是圣经的 神对付罪 对罪来讲神是完全厌恶的 厌恶到一个地步 神要让祂的儿子 为我们去付代价 你看见那个里面 神的这种属性的全面性 是很清楚的 当然对于今天世人的一些主张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产生一些 比较困惑的一种感受 你譬如说 今天有很多人大力的主张废除死刑 可是在这群人里面 恐怕也有很多人也在支持堕胎 那么对生命权到底怎么看呢 那些已经在母妇里面 这些胎儿是有生命的 这些生命为什么就不最重视了呢 对于一个罪犯 我们很看重祂的人权 对于一个刚刚成行的生命 我们就无所谓嘛 那这个时候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难道就是以我自己的喜欢 作为一个标准 或者我的感受吗 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发现 有些人支持保育 这些稀有动物应该保护他 我们觉得那是很好 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 可是是不是在这些人里面 也有一群人是大量支持堕胎的 动物的生命跟人的生命 哪一个更重要 或者至少一样都最需要被重视吧 所以你就看见 今天有很多时候支持一件事情 或者反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的标准是什么 根据是什么 其实很重要 基督徒不是跟着世代走的 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光做眼 因此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准确的去看圣经怎么说 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试经的问题了 你刚刚谈到 有人用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对那个淫妇的那个态度的问题 成为一个根据 那个的解释是不是偏差了 是不是有的时候没有掌握到 那节经文真的在讲什么 耶稣在当时在世上来讲 他一个肉身的现象出现的时候 他没有执行死刑权的 他不是工会的成员 他没有这个权力 那些人在试探耶稣 耶稣要谈到的是说 你们谁比他更公义 耶稣也告诉那个妇人不要再犯罪了 这是那段经文里面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需要很审慎的去看这些问题 对于执行死刑 我们真的有个感受 我们是哀惊无喜 一个人被剥夺生命 没有一个人会喜欢的 但是如果一个生命的被剥夺 却能够树立出一些更重要的原则 或者更重要的一些 彼此相处在一个环境里面的 需要被尊重的态度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样子的做法是有其必要性的 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所以我想我们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是从一个客观的问题 其实去找一个主观的一个学习 那个学习就是 到底我们根据什么在做判断 基督徒需要好好的图圣经 并且好好的尊敬神的话 那才是我们的标准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从这个议题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的方向 谢谢并且感谢